先会爱自己,再去爱别人,欢迎收听阅读查方。 嫁给顾长叶的第三年,京城来了一位沈姑娘。 她叫沈娇,人如其名,娇阳似火,热烈非凡。 自此,她变成了顾长叶常挂在嘴边称赞的奇女子。 她们一起赏灯游湖,谈天说地,一起晚宫涉猎,醋居驰骋。 所有人都在等着看我笑话的时候,她为了沈娇与人争风吃醋。 当街将人打了一顿,还闹到五成兵马司。 消息传回府中,我失手打碎了平日最爱的琉璃斩。 琉璃锋利,立刻就溅了血,伤口身可见骨。 当晚,顾长叶就将人带回了府。 沈娇从她身后探出头来,对我酿起一个极甜的笑,犹如盛开的扶桑花。 这便是将军夫人吗? 好漂亮,姓顾的,你骗我,还跟我说她是什么普柳之姿。 她翘起嘴巴,不满地扯着顾长叶的衣角轻晃,眼神里带着依赖。 顾长叶眉眼温柔地落在她身上,低声漫红。 哪里的话,我自然更看重一个人的内在。 我在一旁听了,心头刺痛。 突然想起我和她成婚那晚。 顾长叶动情地将我拥入怀中,细细地描摹着我的眉眼。 我打去她没个正经,她贴我更紧,道尽修人情话。 我的恶意就是哪哪都好看,我便是见色起意又如何,红竹摇曳,她的唇腹上来时,我心如肋骨。 可如今,我在她口中。 却已成了工人随意谈笑的蒲柳之姿。 姐姐,你的脸色不好看,是不舒服吗? 沈娇明知顾问,话落,嘴角勾起一丝得意。 但她惹错了人。 我被骄养长大,从未学过什么是忍气吞声,当即冷了脸,看向顾长叶。 夫君是要内窃,没人想到我会突然这么问,就连顾长叶都没有料到。 她下意识看了眼沈娇,沉声回我。 阿易,不是你想的那样。 得了她的话,我点点头,朝身侧的扶珠使了个眼色。 她立刻会议,卷起袖子就将沈娇王府门外赶。 沈娇怕是没想到,会受到如此羞辱。 顾长叶,你求我跟你回府,便是为了折辱我吗? 扶珠直接打断,历声训斥,郡主身份尊贵,你好无礼数不说,还妄想跟郡主攀姐妹。 话刚说完,扶珠就挨了顾长叶结结实实的一巴掌。 她将沈娇护在身后,与我怒目相识。 郡主身边的婢女真是好大的威风,今日,我倒是看看谁才是这个家的主子,挨打的是扶珠,实际上打的是我的脸。 我站在那里,整颗心如坠冰窖,我娘是长公主,当朝天子是我亲舅舅。 爹爹虽然去世得早,可我也是被捧在手心长大的。 自小阿娘便告诉我,只要我肯,随时都能请封公主。 可我为了顾长叶的仕途,拒绝了。 她当街斗殴的事,早就由阿娘在五城兵马司的亲信传话于我。 我用力掐着手心,冷着脸道, 今日你因为她,当街与人逞凶,若再把她带入府, 明日朝臣便会参你一本,你可想清楚了,若被闹到朝堂之上,打得便是皇家的脸面。 这其中官俏,我猜她当然明白,顾长叶最终还是妥协了。 将沈娇送走后,扶珠为我的伤口换养。 伤口血肉翻飞,顾长叶却像没看到似的眉头紧皱。 她一如既往地柔声哄我,只不过眸中毫无温度。 沈姑娘她孤身一人,没有家人也没有朋友, 我只是想帮帮她,她这样一个豪迈的性子,自然容易得罪人, 你多担待些,恶意她对你造不成威胁的, 你才是将军府的正头夫人,我唯一的妻, 她这是先打一棒子,再给磕甜枣。 以为这样,便能哄得我心甘情愿被她驱使, 为她说上几句好话。 我想笑,伤口却疼得钻心。 从前,便是路上的一颗石子滚到我的斜面上。 她都心疼不已,生怕伤到我。 顾长叶知道我最怕疼,就连情动之时都分外克制。 如今,我被琉璃割开这么可怕的伤口, 她却视而不见。 最后,顾长叶还是走了,她放心不下沈娇。 急着亲自去给她安排落脚处。 走之前,撂下一句, 我很快回来,从始至终,她没有问我一句。 疼不疼? 明明,她也曾说过,我是她一生之爱。 原来,她口中之爱,不过短短三年。 我死死盯着她离开的背影, 等到彻底融入黑夜,直到再也看不见了。 我眨了吓人的酸涩的眼睛, 一滴泪砸到手背, 缓缓浸入伤口, 灼热刺痛。 扶珠,我手疼,可是心更疼。 她好像,突然就不爱我了。 顾长叶口中所说, 很快回来。 足足过去了五天, 可她人虽然在温柔乡, 对我却如往常那么好。 城东的糕点出锅了, 总能第一时间摆上我的桌案。 岭南的荔枝成熟了, 等我睁开眼日日都能吃上最新鲜的荔枝。 可我知道, 这些东西不止我一个人有, 沈娇比我的还要好。 我日日把自己关在房中, 不肯去听那些留言。 以为这样, 我和顾长叶还如同恩爱夫妻般, 能白头偕老。 阿娘知道我心中苦闷, 特意命人送来两颗葡萄大小的夜明珠。 她是想告诉我, 对她来说, 我是掌上明珠, 不用受任何委屈。 我和福珠用被子蒙着头, 任夜明珠的光辉洒落一床, 孩童般笑地开怀。 福珠鬼主意最多。 郡主。 回头把这夜明珠绣在绸缎斜鞋面上, 这样晚上走路就能看清脚下的路了。 我和她同时沉默了。 因为我体弱, 晚上看东西便不甚清楚。 顾长叶便让匠人在花园小路旁, 每隔一段距离设置一盏油纸登陆, 方便我行走。 她大概忘了。 以前, 她从军营回来, 总要先来我院子中坐一坐。 我怕她也看不清, 每每命人点燃灯落。 火龙式的烛光连成一片, 照亮一方天地。 她一出现, 便能让我轻易看到, 再扑到她的怀里。 可笑, 她一个习武之人, 怎么会看不清夜路? 不过是我自欺欺人罢了。 如今, 顾长叶已不大来了, 大部分时间宿在书房, 灯笼也许酒未曾燃起。 我就像被困在黑暗牢笼里的人, 这一刻, 竟无比渴望逃离这里。 叶明珠绸缎断鞋坠好的时候, 我去书房找顾长叶。 以前, 我得了什么稀罕玩意, 总要跟她分享, 再听她说一句, 夫人开心, 为夫便开心, 为了这句话, 我能开心一整日。 可惜, 不巧。 等我来到书房, 顾长叶却不在。 桌案上, 只一本卷了编的兵法书, 说明她定是常看, 我随手拿起, 翻了翻。 一直小向意外滑落。 我慌乱地接住, 一抹熟悉的倩影, 就这么突兀地映入眼帘。 是沈娇, 而我的目光, 被底下的小字吸引。 即便浑身都在叫嚣着不要看, 我仍麻木地举至眼前。 苍穹有力地落款处, 写着, 至爱佼佼, 笔是绵延, 犹如落笔之人, 无处宣泄的爱意。 那一刻, 我胸口发麻, 几乎站立不稳时, 屋外响起通传。 是跟在顾长叶身旁的长嘴, 她来传话。 近日北蛮动作频繁, 随时可能开战。 顾长叶事务繁忙, 吃住军营, 无暇归家。 将军特意命小地传话来, 叮嘱夫人不必忧心, 我点点头, 努力压制住炫晕回她, 将军走得匆忙, 我收拾几件贴身衣物给她送去, 出发前, 我命人送了信去王长公主, 请阿娘做主和离。 等我出了将军府, 马车走上官道后, 我便命马夫掉了头。 去永林巷, 沈娇便是住在那里。 马车停在了一处私宅附近, 透过车帘。 我看到刚刚报信的长髓急步而入, 不久, 顾长叶便走了出来, 他的身后跟着一拆凌乱的沈娇, 那一瞬间, 我耳畔轰鸣, 看着顾长叶燕足地在他唇角落下一吻, 一依稀别。 我的伤口又开始疼了, 原来不是公务繁忙, 见不得我, 而是他有更重要, 更想见的人, 才不能见我。 我的心头就像破了个大洞, 自古的凉风, 呼呼地往里灌, 等我失魂落魄地走回府时。 夜色已深, 府外人头攒动, 火把照亮了半条街, 顾长叶看到我, 微微一愣。 阿易, 你去哪儿了? 他快步走过来, 霸道地将我拥入怀中, 甜腻的荔枝香味, 无孔不入地钻入我的口鼻。 我憋着气, 一把推开它, 目不斜是继续朝一, 院子里走。 顾长叶大约是察觉出不对, 低头一看, 面色大变。 不由分说拉住我的手腕, 迫使我停下。 阿易, 你的脚, 怎么这么不爱惜自己? 你这样, 我会心疼的, 我顺着他的视线朝后望去, 身后是一条蜿蜒的血痕。 绸缎做的鞋子, 早就被血水尽头。 上面的叶明珠被尘土包裹, 早已失去了光彩, 犹如我甘枯的心, 可我已经感觉不到疼了。 明明, 我和他也是有过甜蜜时光的, 可是什么时候就变了呢? 这出戏我不想演了, 我不想做一个自欺欺人的蠢货了。 我用力抽回手, 僵硬地从怀里掏出那本兵法书地过去, 然后轻声开口, 顾长叶, 我们和离一爸, 从此两不相欠, 顾长叶手指很长, 骨节分明, 是我最喜欢的地方。 可眼下, 白日里的一幕幕闪现在眼前, 这双手, 也曾捧着沈娇的脸, 一声声唤他娇娇吧。 我心头色然, 却看他低头打亮着本子, 眉目沉沉, 看不出情绪。 良久, 顾长叶才勉强扯了下嘴角, 轻声道, 阿易, 别闹脾气了,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有什么事, 咱们回屋再说吧。 我是不会合理的, 隐约带着一丝讨好。 我从永林向一路走回来, 双脚流血, 已是浑身虚脱。 但令我万万想不到的是, 直到此刻, 他还在考虑自己的名声, 并且还认为是我在无理取闹。 我只觉得, 好笑又悲凉。 倾心爱过的人, 如今在看, 竟是如此陌生。 我忍不住吃笑, 然后麻木地提醒。 顾长叶, 我都看到了, 现在的你, 面对我, 应该觉得很累吧。 他神色莫名, 眼眸中似乎无端 有种痛意丝丝绕绕。 一股无名怒火 顿时从我心中窜起, 灼烧着我的四肢百骸。 那一刻, 我很想撕破他的伪装, 看看他到底要演到什么时候。 可良好的教养, 让我仅仅是 富气般抬手挥落那本兵法书。 书页翻飞中, 沈娇的小巷, 毫无防备, 飘落在地, 四周安静到落针可闻。 而我手上的伤口再次开裂, 崩出血珠。 这次, 他终于看到了我的伤口, 面色大变。 快去请太医, 化落, 抬手就捞过我的手。 反倒是沈娇的小巷, 他一眼未看。 我懒得去思虑他到底要做什么, 轻声提醒。 你弄疼我了, 他绷着脸, 嘴角涅诺, 最终什么都没说, 松开了手, 由扶珠扶着我朝内时去。 书是好书, 只不过, 看书的人我不想要了。 这么一闹, 顾长夜大概想起了 我们的好时光。 故意往我眼前凑逃我心软, 他惯来会这样。 我憋着气, 拍开他的手。 今日不用陪着永林相那位吗? 他既然喜欢抢我用剩下的, 都送给他好了, 他嫌我说话难听, 促着眉心劝。 二义, 你不该对他有这么大敌意的, 你出身高贵, 自然不懂他无依无靠的艰难, 沈娇善良, 却也不是没有脾气的倪人。 在他眼里, 我竟如此不堪, 一股难言的屈辱涌上心头。 我站起来, 生死历劫地推丧着将他往外赶。 我从来也不是什么善良的人, 你是现在才知道吗? 既然你喜欢他, 又为何不肯跟我合理? 顾长叶, 他不是倪人, 你便要我做倪人, 忍气吞声。 我告诉你, 你休想, 他身量高, 我用尽全力, 脸胀得通红, 却也只是堪堪将人推着后退两步。 顾长叶任由我锤打到筋疲力尽, 最后沉着脸, 一把将我捞过搂在怀里, 历声呵斥, 你要闹到什么时候, 我一定是被愤怒冲昏了头脑, 抬手就给了他一巴掌。 响亮的巴掌声穿堂而过, 仆从的里里外外跪了一地, 皆心惊胆战。 顾长叶头被微微打偏, 却还维持着抱着我的动作。 我感觉到他的手臂紧了又松, 松了又紧, 最后颓然地放手。 阿易, 你冷静一下吧, 你这样粘酸吃醋, 可还有当家主母的风范, 我女儿如何, 还轮不到你来教训, 一声熟悉的娇和骤然传来。 阿娘手里握着鞭, 气势汹汹而来, 身后跟着数百斧兵, 将满院子都填满。 她不动声色将我挡在身后, 隔开我和顾长叶的距离。 顾长叶伸出手, 想拦又不敢拦。 一见到阿娘, 我泪珠子不要钱似的, 哭得好不伤心, 连日来的委屈倾洒而出。 阿娘一边拍着我的背, 一边撂下狠话。 顾将军既然无法兑现当初的诺言, 便好聚好散, 写和离书吧, 当初为了娶我, 顾长叶连着三日斋戒, 徒步上下芒山祈福。 只为阿娘能答应我下嫁与她。 出嫁当天, 她来接亲, 曾当街跪拜, 许下众诺。 若有朝一日, 有父所托, 便让我永失所爱, 十股焚心, 莫言仿若仍在耳边, 可人心已然变了。 顾长叶愣了一瞬, 表情变得极其难看。 何离是不可能的, 阿异永远是我将军府的正妻, 阿娘神色未动。 反手就朝她甩了一鞭, 接着将鞭子塞进我的手中, 狠声道, 一而, 抽她, 我泪眼朦胧, 胸腔突然涌起一股愤恨, 一下下甩动着手。 长鞭在我手中被甩成了虚影, 可我似乎完全不知道疲倦, 顾长叶毫不闪避的态度更是激怒了我。 最后一边, 我甩上了她的脸, 直接抽掉一块皮肉来, 鲜血缠缠而出, 湿透了她的衣衫。 我正在原地, 手衣松, 沾染鲜血的肠边坠地, 爱意也如风过, 再不留任何痕迹。 顾长叶眼角因着水意, 浑身紧绷, 沉默两久, 而后嘴角含着血水艰难吐字。 除非我死, 否则只有修书, 且是三年无所出, 犯了七出之条的修书, 我心头震战。 女子若是以这种理由被修气回家, 唾沫星子都能把人淹死。 她看出我的不可置信, 又亮呛转身, 改成温声细语地向阿娘解释。 殿下, 夫妻间哪有不吵架的? 你说对不对, 动不动就闹合理, 总归让他人看了笑话, 阿娘冷笑, 讽刺地看着她, 牙根咬得搁吱响, 好好好, 顾将军好大的威风, 竟然敢威胁本宫, 转而心疼地抚上我的脸。 楠楠, 你告诉娘, 想不想合理, 我抹了把眼泪, 笑得酸楚。 阿娘, 女儿一刻钟都不想继续待在这里, 当天晚上。 阿娘请出了先帝遇刺的免死金牌, 打算强制带我回府, 反阻拦者, 就地格杀。 顾长夜耿着脖子, 拦在车架前, 人先血结痂, 一步不肯让。 我掀开车帘, 迎着他期待的视线, 吩咐扶珠, 你带人去清点我的嫁妆, 还有所有从公主府带来的仆从, 尽数带走, 车帘落下, 阻隔了他寸寸挥败的脸。 此日, 皇帝舅舅当朝训斥了顾长夜, 骂他宠妾灭妻, 甚至那沈娇, 连个妾室都不算。 顾长夜不肯和离, 求皇帝舅舅给他做主, 却被打了十大板, 赶出了宫。 要不是看在边境动乱, 不能没有主帅, 三十大板他都跑不掉。 而阿娘这边, 听说那沈娇在外到处叫嚣自己独特, 永不为妾, 当即命人找了所那班子, 吹吹打打去了永林下。 扶珠帮我捏着肩膀, 兴奋不已地念叨着。 小姐, 你是没看到沈娇的脸色, 实在太精彩了, 我挑了挑眉。 既是为我出气, 我也任由阿娘把阵仗搞大。 据说当时, 沈娇一感柔弱, 凶狠大叫, 别吹了, 都别吹了, 带队前去的嬷嬷, 朝着看热闹的众人高声解释。 我奉顾大将军府当家主母之命, 今日, 麻烦诸位做个见证, 此番特来为顾将军那沈娇姑娘为妾。 在场之人, 见者有喜, 一个养在外面。 见不得光的妾室, 注定受人指之点点。 话落, 立刻有仆从开始散发铜钱。 一时间, 热闹非凡, 倒喜声夹着嘲弄, 生生不绝。 只有沈娇奸细的嗓音极其不和谐。 我不作怯地, 顾长夜, 我跟你没完, 你竟然骗我, 扶珠说完, 小心地瞧瞧我的神色。 我被他的样子逗乐, 心情颇好地勾起唇角, 打趣道, 我脸上开花了。 一直看我, 他嘴巴翘得老高。 真是便宜这两个人了, 不过, 这顾将军也不老实, 都挨了板子了, 还守在咱们府外, 惹来许多指点, 一点不顾及郡主的脸面, 我吐出口中的葡萄籽。 他在府外做什么, 扶珠美好气道, 还能做什么, 想求见小姐, 求得小姐原谅呗, 我想了想, 安排他帮我去办点事。 到晚间时, 顾长夜匆匆回了府, 扶珠愤愤不平地来回话。 小姐, 那沈娇本就在到处找顾将军, 知晓他在公主府, 直接冲了过来, 顾将军无奈下 只能带他先回将军府了, 我惬意地歪在榻上。 两只臭虫在一起, 只会更臭, 谁还会在意他是好的还是坏的, 连续半个月, 顾长夜被沈娇缠着, 都没有再出现, 我自然乐得自在。 夏日炎炎, 我又贪粮, 每日在凉亭中流连, 阿娘见我懒散, 苦口婆心地劝, 你这以后可怎么办? 阿娘若是没了, 谁来给你做靠山? 不行, 是时候选夫了, 我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没大回事。 结果, 两日后, 公主府就搞了一场赏和宴, 打着宴会的油头, 邀了不少世家公子来, 只为了给我选夫。 阿娘, 女儿才刚合理呀, 求你不要太荒谬啊。 阿娘不以为意, 我的女儿绝世之姿, 合理也是香波波, 人多的地方就会有八卦。 宴席刚刚开始, 就有人起了头, 听说了吗? 那顾将军的外事, 凶得不得了啊, 当街追着顾将军, 讨要什么说法? 对哦, 真是家门不幸啊。 一个上不了台面的东西, 逼着要坐上正式夫人的位置, 也不知道这顾将军 到底被人拿了什么把柄, 男子骨气都没了, 这群人专简, 对方不好地说, 无非是说给我和阿娘听的。 但我也确实没想过, 沈娇竟如此不知礼数, 而顾长夜还肯纵容, 太奇怪了。 我正思索, 小思的通传声响起, 毫无意外, 是顾长夜, 他一脸怒气冲了进来。 今日, 阿娘特意吩咐了家丁, 只要他来, 不准阻拦, 任其畅行。 宴上气氛正浓时, 他一步踏入, 脸色沉痛, 他脸上的伤仍触目惊心, 犹如一条蜿蜒的蜈蜈, 将好好一张脸给毁了, 一开口说话, 便疼得呲牙咧嘴。 阿姨, 你要选夫, 众人纷纷停背住快, 耳朵竖得比兔子还高。 我捏着酒尊晃了晃, 语气疏离且客气, 顾将军是来到喜的吗? 哗啦! 据他最近的桌案被掀翻, 酒水果盘散落一地, 宾客尖叫着散开。 我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真是个武夫! 我们还没有和离, 你怎么能选夫? 阿姨, 你不能这么对我, 一个大男人, 此刻眼眶通红, 摇摇欲坠。 我忍不住拍手, 顾将军戏唱得不错, 入戏挺深, 只不过, 难不成将军府没有接到圣旨, 有不明真相的夫人, 开始窃窃私语。 阿娘端着公主之威, 扫尸一圈, 思语声渐渐消失, 顾长夜神色迷茫。 我呃了一声, 敲了下自己的脑袋。 瞧我这记性, 修夫的圣旨怕是这会儿 刚从宫里送出, 差不多, 快到将军府了。 阿姨, 他声音颤抖, 像是被修夫这个词 给震惊到委屈至极。 我平静地和他对视, 直逼得他难堪地错开眼, 府里至今还藏着外事, 哪里来得连委屈? 这世上, 并不只有男子可以修妻, 女子一样可以, 我将那日他的逼迫尽数奉还。 下一瞬, 一道爽朗的笑声从外传来。 打断了凝滞的气氛, 本王来晚了, 我探出头朝外网。 镇北王肖木阔步而来, 虽然年余三十, 可是保养得极好, 浑身上下透露着一股儒雅贵气。 我兴奋地朝着阿娘几眉弄眼。 阿娘, 阿娘, 靠山来了, 许是我太过兴奋, 阿娘一言难尽地按住我。 你不会看上镇北王了吧? 我点头, 数着手指头, 认真分析。 阿娘, 你看啊, 镇北王实力, 容貌, 家世, 品性可都是上乘啊, 顾长叶跟他完全没办法比, 阿娘目着脸点头。 可他的年龄大你不是一丁点啊, 我无语地叹了口气, 悄悄指向镇北王。 阿娘, 你这么说, 镇北王可要生气了。 你看啊, 其实只要你嫁得好, 女儿的靠山就会永不到。 嗯, 你觉得呢, 阿娘罕见得脸红了, 小声骂我。 让你找夫婿, 你倒是给我相看起来了, 我嘿嘿一笑。 阿娘, 你耳朵都红了, 我就知道, 他俩有猫腻, 真不愧是我。 京城八卦小能手。 镇北王, 常年带兵驻守梁州, 轻易不会回京。 这些年, 没少给我阿娘写小情书, 在我未出嫁时, 就达到了两天一封的程度。 为了帮他送信, 跑死了多少良居。 更重要的是, 他爱慕阿娘多年。 对我自然也是爱屋及乌, 各种珍宝送得毫不手软。 眼下, 他看我时还是春风拂面, 带道转到顾长叶身上, 当场来了个乌云照顶。 顾大将军, 莫不是欺我, 一而无人撑腰, 堂堂镇北王, 身居高位多年, 气势非同一般。 顾长叶扛不住, 狼狈扶低, 不敢, 最后他深深看了我一眼, 方才匆匆离开。 听说是赶去宫门口拦截圣旨去了, 可惜天不遂人愿。 圣旨早就送进了将军府, 等他领了圣旨, 再赶回公主府, 宴会已经散了, 府门紧闭, 拒绝他入内。 阿娘为了帮我出气, 用免死金牌换了这道修夫旨意, 又做了这么一场戏。 现在满京城都是对顾家的指质点点, 不过顾长叶却丝毫不在一般, 日日都来公主府门口守着, 只为见我一面。 而那个沈娇, 陪伴在侧, 在公主府门前, 两人拉拉扯扯, 争吵不休, 毫无体面可言。 经中谣言四起, 令我不胜其烦。 正当我思来想去, 准备把人喊进来, 当面说清楚时, 镇北王阻止了我, 让本王去会会他, 我以为他是去讲道理了。 谁料, 他随手捞过一根木棍就冲了出去, 将顾长叶打了个屁滚尿流。 彼时, 我陪阿娘坐在靠近府门的亭子中颗瓜子, 一边听着外面的惨叫, 一边偷偷瞧他的神色。 然后壮丝无意地开口, 阿娘, 听说梁州可有趣了, 不知道这辈子有没有机会去看看, 阿娘逆了我一眼, 面无波涛, 从荷包中取出一颗东珠地过来。 镇北王用这个贿赂你了, 我瞧着在日光下, 泛着银润光彩的明珠, 心里恨不得把镇北王骂死。 有钱是吧, 到处送东珠, 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富可敌国是吧。 面上却尬笑着趴在阿娘膝盖上, 极其狗腿且卖力地细着嗓子撒娇。 也没有了, 不过就是几百颗, 几千颗罢了, 我说不下去了, 我放弃了。 阿娘, 呜呜呜, 他给的真的好多呀, 阿娘插着腰, 怒目而视, 所以, 你就为了这么点东珠, 这就把我给卖了, 我低着头认真想了想。 阿娘, 你误会了, 主要我想多吃几年软饭, 趁他发火前, 我拔腿就跑, 边跑边喊。 阿娘, 你就说该不该卖吧。 这靠山可不可靠, 在拐角处和刚奏完人回府的镇北王打了个照面。 他拱着背, 双眼冒光地扒着我, 怎么样, 怎么样, 你阿娘要不要跟我回梁州, 我眼珠子一转, 伸出五根手指左右翻看, 为难地叹着气。 最近啊, 这个手啊, 有点干吧, 好像缺点什么, 则, 郑北王从怀中掏出一把钥匙, 哗啦就塞进我的手里。 闺女, 看看还缺点啥, 去梁州府库自己拿, 我顿时喜笑颜开。 好嘞, 爹, 这就去收拾行李, 阿娘得了皇帝舅舅的特照, 出京疗养。 出发那天, 顾长夜早早等在城门口。 公主府的马车刚转过街角, 我便瞧见了她。 她脸上的疤已经结痂, 正长心肉, 时不时要抓闹两下。 见我来了, 挡在马车前, 恳求跟我说两句话。 阿娘点点头, 我也没下车, 只撩开窗纱。 顾长夜骑在大马上, 微微垂眸, 嗓音沙哑。 安逸, 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我没有直接回答, 伸出手。 掌心那道被琉璃划伤的口子, 已经变成粉色。 她不解。 我盯着她的眼睛, 耐心解释, 你脸上的伤还在痛吧, 但我当初比你痛百倍千倍, 可是你看, 她已经愈合了, 还长出了心肉, 骨长叶, 痛过变望了吧, 无视她崩溃的神色, 我退回马车内, 视线透过窗帘落向远方, 暖阳倾洒, 我会朝着属于自己的未来走去。 这次, 我的未来里, 不会再有她。 顾长夜视角, 顾长夜对温婉义说, 她去去就回。 结果, 她足足过了五日才回来。 开始时, 她只是打算将沈娇安顿好就走, 不知道为什么。 她总觉得心里有点慌, 有什么东西似乎不受控制了, 所以, 她想尽快回府, 多陪陪温婉义, 可沈娇却说, 她的那个武器设计图画出来了, 还有些细节要跟顾长叶讲讲。 她只犹豫了一个呼吸, 便留了下来。 沈娇柔弱无骨地贴着她的手臂, 细细讲着图纸构造。 顾长夜还是第一次见一个女子 如此侃侃而谈的模样, 心脏不可抑制地跳动了一下, 紧接着便是心潮澎湃, 因为她所展示的东西, 如果真的做出来, 应用到战场上, 一定是所向披靡。 她忍不住沉醉其中, 中途的时候, 沈娇端上饭菜和一道奇奇怪怪的点心, 贴心地为她布菜。 将军尝尝, 这是我亲手做的, 这是我家乡的糕点, 名叫奶油蛋糕, 故长夜很欣喜, 她总是有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主意 来讨她欢心。 不像温婉逸还要哄, 她愣住,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 她开始暗暗在心里比较他们两个。 沈娇切出一块地到她嘴边, 故长夜收回思绪, 尝了一口, 甜丝丝的。 也许是那天晚上的烛火迷人眼, 也或者是那个叫做奶油蛋糕的东西, 太过甜腻。 她任由自己将沈娇当作了温婉逸, 一不小心陷入了温柔乡, 直到很久以后, 她才明白, 沈娇所图谋的一直是她, 亦或者是将军府正妻之位。 她的恶意这么骄傲的人, 怎么可能忍得下她的敷衍? 但故长夜实在明白得太晚, 一时沉沦, 她足足拖了五日, 直到边境传来战报, 她才从温柔乡醒过神来, 可还是迟了, 阿易她都看到了, 故长夜匆匆回复, 那种慌乱空洞的感觉又涌了上来, 她不停地在心里告诉自己, 没关系, 阿易不会生气的, 她只要哄一哄, 对, 每次惹她不开心了, 只要她半惨麦乖去哄, 温婉义肯定心软, 然而, 当她看到温婉义拖着血淋淋的脚, 魂不守舍地走回府时, 顾长夜的心快碎了, 她还是提出了和离, 她不肯原谅她, 也就是说, 她的阿易都知道了, 鞭子落在身上的痛, 都不及心痛, 她目送着长公主府的马车, 渐行渐远, 直到小城一颗黑点, 彻底消失在黑夜中, 顾长夜恍然惊觉, 那天晚上, 她抛下阿易离开那刻, 她又是如何失望心痛, 如果当时她多留心一点, 是不是就不会走到这个地步了, 顾长夜受了鞭打, 再加上十个大板, 身体受不住之下, 偶尔开始呕血, 大夫说是就商欲结, 要好好养养, 可满京城都在传, 温婉易要选夫了, 这次她要选一个靠得住的, 她顿觉荒谬, 他们俩还没有合理, 温婉易怎么敢选夫, 顾长夜怒气冲冲地赶过去, 本想质问, 话说出口就变成了哀求, 那一刻, 她的心底浮上一抹不安, 才算是真正意识到, 自己爱的始终都是这一个人, 沈娇不过是一时新鲜罢了, 她后悔了, 想挽留, 温婉易却说, 女子也可以修夫, 一口心田涌上来, 她死死忍住了, 那天, 她丑态毕露, 用休妻来威胁, 这是恶意对她的反击, 是她的报应, 她是真的放下了, 还离开了京城, 去了梁州, 最后一次, 她温和地对她说, 通过变望了吧, 自那起, 故长夜身子衰败得厉害, 开始日夜呕血, 就连头发都斑白了许多, 再加上, 沈娇自入府以后, 府内后宅没有一天, 安稳日子, 她甚至连钟馈都打点不来, 家中来客, 也没人接待, 衣服破了, 也不知道这人修补, 仆从们懒惰, 她便讲什么人人平等, 谁也不是生来, 就要伺候人的, 全然没有恶意的能干周到, 将军府因为她, 彻底沦为了京城笑柄, 故长夜一边日夜被后悔折磨, 一边迫切地想要造出 审交的那个武器, 她已经失去温婉意, 不能再失去光耀门楣的机会, 没想到意外却发生了, 半年后, 武器做了出来, 野外测试武器威力的时候, 几位皇子也在, 射击的准头发生了偏移, 顾长夜为了救四皇子 被炸断了一条腿, 再也上不了战场, 成了彻头彻尾的废人, 而四皇子也好不到哪里去, 耳朵被炸掉了一只, 自此无缘大统, 不巧的是, 四皇子是陛下最为满意的皇子之一, 圣上大怒, 沈娇被斩首, 临死还求着顾长夜救救他, 可顾长夜也自顾不暇了, 他被押入了天牢, 成了死刑犯, 铁链穿透琵琶鼓, 受了极重的刑罚, 皇上最终念在其战功在身, 只夺去职位, 贬为庶民, 赶出了京都, 这个惩罚, 已算格外开恩, 顾长夜半身残废, 已是强弩之末, 可他强撑着一口气, 一路行了上千里, 走了两个多月, 来到了梁州, 想再见见那个人, 可他没想到, 自己刚到梁州, 就遇到了温婉一大婚, 十里红妆, 漫天飞红, 他一身大红洗袍, 这么艳丽的颜色, 也依旧遮盖不住其浊浊风华, 笑着和新郎官隔着人海相望, 那一刻, 顾长夜静, 无比庆幸自己形容枯稿, 衣衫破烂, 仿佛只有这样, 温婉义才认不出自己, 似乎只有这样, 才看不到他的落魄, 自己依旧是他记忆中, 那意气风发的模样, 下一瞬, 一道温软的嗓音在他头顶响起, 扶珠, 把洗饼给这乞丐一些, 还有洗钱, 有人按照他的吩咐递过来, 顾长夜将头埋得滴滴的, 双手接过, 声音抖得不成样子, 他听到自己说, 望你终得良缘, 余生幸福, 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 花轿已经走了很远了, 一道极轻的叹息, 顺着风摇摇传来, 珍重, 顾长夜死在梁州城外的一处破庙, 一群乞丐盯上了他手中的洗饼和银钱, 可他护得紧, 打到呕血都不肯松手, 最后实在太过混乱, 有人一刀捅进了他的胸口, 乞丐们见闹出人命, 将他全身搜刮干净, 扔进了乱葬岗, 他厌弃的那刻, 天空飘起了额毛大雪, 速速地落在他的眼上, 脸上, 顾长夜的视线中, 只于一片白茫茫, 一道红衣走近, 朝他伸出手, 是他和温婉义大婚那日, 女子笑得娇俏, 满眼爱意, 顾长夜朝他伸出手, 在即将碰到前彻底没了声息, 他曾许诺, 若有背叛, 食骨焚心, 如今落的这个下场, 也算诺言灵验吧, 大婚当晚下了一场大雪, 次日, 夫君非要拉着我起来赏梅花, 他怕我冷, 特意弄了手炉, 又用壶球将我裹成了白球, 身形几乎要和这漫天大雪融为一体, 这时, 阿娘匆匆而来, 欲言又止, 夫君说自己有事, 去了书房, 阿娘这才拉着我的手, 面色沉重, 顾长夜, 死了, 我愣了一瞬, 而后平静地点了点头, 窗外红眉依旧傲放, 奈何私人已逝, 不可追忆。